今天来聊一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谁是最早徒步跨海到台湾的古人类 2008年 在距离台湾岛西海岸 约25公里外的澎湖水道区域 渔民洒下的渔网中 托起一块灰白的化石 类似人类下河谷 上面还有四颗完整的牙齿 这块化石其后被命名为 澎湖一号 是在台湾发现的首个古人类化石 但其具体身份一直是个谜 直到2025年4月 美国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恩里科 卡佩里尼等学者 在科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 这个谜团才得以揭晓 研究人员从化石中 获得4241个氨基酸残基 对此进行分析后 锁定了一股主人的身份 它竟然既不属于现代人类 也不属于我们熟悉的尼安德特人 而是来自于我们从所未见的古老人种 或者说这是地球上出现过的第三种人类 丹尼索瓦人 这一重大发现再次改写了人类历史 丹尼索瓦人生活在至少1万年前 在此之前 他们的化石只在高寒地带出土 首批遗骸是2008年发现于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 2019年 科学家又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白石崖沿绒洞穴中 发现了更多丹尼索瓦人化石 对澎湖一号的研究表明 丹尼索瓦人的迁徙和适应能力 远远超过了此前对古人类的想象 但丹尼索瓦人是怎么从北纬51度的西伯利亚冰原 跋涉到海拔3100米的青藏高原 在跨海来到北纬23度的澎湖的呢 答案就藏在冰河时代 3万年前全球变冷导致海平面下降130米 今天的台湾海峡在那时浮出了海面 成为草木风貌的陆地 科学家称之为东山路桥 台中剑齿象化石 桃园古犀牛海谷等 就是剑齿象 古犀牛从福建漫步至台湾的地质证据 追逐猛马象群的丹尼索瓦人 同样是通过这条路 完成了史诗级的迁徙 此后气候回暖 海水淹没陆桥 台湾成为岛屿 但在丹尼索瓦人之后 大陆向台湾的迁徙从未停止 6500年前 福建平潭人驾独木舟 登陆台湾成为南岛屿族祖先 4500年前 海退期在线陆桥 福建黑桃文化人群登陆台湾 成为泰雅族布农族祖先 进入文明时代后 从三国东5万人船队抵达宜州 到隋阳第三派使者 未辅居民 再到明清大规模移民 今日台湾岛上的2300多万人口 是人类万年迁徙的历史结晶 大概大家看到比想研究 在台湾上的流畢 云马南 página 在这间已经表 indu在针可能 在全程的艇合成 力连走 那么一本